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深圳队一比四输给上海海港 耻辱八连败 比赛刚开始不久 上海海港差一点进球 巴尔加斯在禁区湖顶接到奥斯卡的传球后稍作调整 来一脚远射 皮球击中力柱弹了出去 太可惜了 这球真是差之毫离 不过 很快上海海港还是进球了 第五分钟 奥斯卡在左侧起球传中 王胜超前差 投球一顶 皮球像炮弹一样钻入球门 上海海港取得梦幻般的开局 两分钟后 上海海港再次踢出犀利的进攻 吴磊送出鞋船给到右侧的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跟上推射近角 皮球再一次击中力柱弹了出来 巴尔加斯这运气也是够差的 第十二分钟 徐昕在前场送出非常漂亮的直塞球 吴磊前叉直接推射 门将把球扑出 第二十七分钟 李胜龙受伤了 无法坚持下去 被担架抬出场 刘主任替补上场 四分钟后 奥斯卡在禁区左侧带球内切近射 踢高了 随后杜月珍接到直塞球冲入禁区 倒地推射圆角 踢偏了 第三十七分钟 张林鹏禁区内守球 裁判判罚点球 张远主罚 抽射左侧 门将虽然判断对了方向 但也无法阻止皮球入网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捕食阶段 徐昕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门将把球没收 半场结束 深圳一比一上海海港 下半场一边再站 第四十八分钟 上海海港再次取得领先 依靠一次反击机会 吴磊在禁区右侧送出横船 奥斯卡停球后倒地捅射 踢球钻入球门左下角 门将一点反应都没有 七分钟后 巴尔加斯在禁区外送出条船 给到右侧的李昂 李昂小角度抽射 门将稳稳把球抱住 第六十一分钟 上海海港又进球了 这一次轮到了吴磊 他在门前包抄投球顶进 智利进球可以说杀死了比赛悬念 第七十二分钟 上海海港再次进球 依然是吴磊的进球 他在中路包抄把球打进 深圳队崩盘了 最终 深圳队1比4上海海港 吴磊表现出色独造三球 领投扬上海海港继续狂飙 以40分领跑积分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